战神是我天朝的长盛将军,传闻他戴着一个黄金面具,作战所向披靡,只是战神太过于神秘,没人见过他。 不过,有他在,百姓就吃了定心丸。 如此说来,这战神是我们天朝的大英雄? 那是自然。 白清月,你相公还没回来? 他? 你就别在这儿等他了,你是个好姑娘,我儿子也挺喜欢你,你看,你还不如改嫁算了,嫁到我们家,我那铺子就归你和我儿子管,日后你一样能发家致富,你觉得咋样? 宋元听说白清月的相公走了很久,应该也不会回来了,他儿子天天磨他,让他来说亲,他也只好厚着脸皮来再问一下了。 多谢宋老板抬爱,我是不会改嫁的。 他可不是为了萧凌峰守节,只是找男人没啥意思,一个人过日子不香吗? 你这姑娘咋这么死心眼?你那相公他不会回来了。 宋老板,他会回来。 你呀,真是个傻姑娘。 她都和别的姑娘在一起,你还等她?你说你傻不傻? 你说什么?您见到她了? 大概十天前,我去郡县见大老板,在桥边好像看到你男人了。 桥边? 宋老板,您看清楚了,那人真是萧凌峰? 应该是她。我当时和她站得不远,她和一个姑娘走在一起,那姑娘似乎对她很喜欢,而她…… 看白清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宋元还是想劝她。 丫头,你别等她了,等着傅心汉,不等也罢。 白清月捏紧了拳头,确实没说话,对萧凌峰的所有担忧,全部化为乌有。 不过,没有亲眼看见,谁说也不相信。 清月,你也别伤心,这男人不值得你为她付出。 宋老板,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 若她不回来,也就罢了,我过我自己的小日子,乐得自在。 那个,我还有点事,我就先走了。 白清月,白。 她几乎是用跑的,快步跑到了地里,这才停下了步子,一屁股坐在了草堆上,心里的委屈也越来越多。 萧凌峰,若你真在俊仙,为何不回来看看? 心里说没有看见不算数,可她无法释怀。 深深吸口气,在心里告诫自己,一个男人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白清月,你们就是搭伙过日子,什么都没有。 就算萧凌峰真的有了女人,她也能潇洒地祝福。 没错,祝福。 可为什么心里憋得慌,好想揍人? 去她大爷的! 什么狗屁感情,什么男人,都是笑话。 她擦了擦眼泪,准备起身回家。 系统在脑中提示。 宿主助人为乐,奖励金灵芝一珠,是否现在索取? 灵芝? 她眨巴着眼睛很吃惊,刚才的不爽也瞬间烟消云散了。 这系统还会看在她帮助人的份上奖励东西,这宝贝不错呀。 索取。 系统正在发放奖励,请稍后。 系统奖励成功,是否现在领取? 进入空间,领取。 嗖的一声,她消失在了现实,进入空间。 空间里的屋子内,桌子上有一个宝盒。 金灵芝索取成功,请宿主悉心培育。 本灵芝十足珍贵,只此世间一颗,有起死回生之效。 什么?这么厉害? 真的有起死回生的灵芝? 太好了,这可是极品。 有了金灵芝,我愁什么重要展览大会? 系统,你好像有点博爱呀。 我不过就是给老母猪开了刀,取出了猪崽子。 难道这也算是功德? 本系统又为博爱系统,一切仁爱之事都许奖励。 博爱,有意思,也就是说,日后她再做好事,就算救助阿猫阿狗,也能得到系统奖励。 这宝贝可真不错。 离开空间,已经是日暮低垂。 姐姐! 妹子,发生什么事了,你哭什么? 姐姐,宋老板说的话是真的吗? 你都听到了。 是村里狗蛋说的,姐夫在郡县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。 姐姐,你说她怎么能这样? 她说过会照顾我们姐妹,给我们一个家的。 傻丫头,别哭了,男人的话信不得,不是有句俗语吗?男人的话能信,母猪都能上树,什么甜言蜜语都是见过。 我算是看明白了,只有银子才是真的,别伤心,你看,这是什么? 姐姐,这是…… 这就是我得到的宝贝金灵芝,有了这宝贝,还怕郡县草药夺不了魁首。 姐姐,你要是难过,可以哭出来的,我不会笑话你。 难过? 我为什么要难过? 本来就是一起搭伙过日子,再说了,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见,都是道听途说的,这事儿我会查清楚,我现在只想搞钱。 姐姐,我也是相信姐夫不是这样的人,除非我们亲眼看见。 打开了门,外面是张三,张三风尘仆仆的样子,似乎从很远的地方来。 秦月,我回来了。 三哥,快请坐,如何? 我都打听清楚了,明天你一早出发,这个地址就在上面,我让人给我写好了。 多谢三哥,让你跑这么远。 听说是为了比赛公平,而且我还听说报名还得收十两银子,不过也不知道真假,得你们去现场才能确定。 这么贵呀,十两是挺黑的,不过也没法子,那么多草药商人都想夺得魁首。 这主办方自然是想敲上一笔了。 对了,三哥,主办方是谁? 什么是主办方? 啊,就是主办人是谁? 听说是药材大老板肖老板,这肖老板可是江南一带最大的药材商人,为人年轻又有银子。 肖……哎呀,难不成这肖老板是凌峰? 什么?肖凌峰? 是啊,这老板不是姓肖? 我咋觉得八成是他呢? 不会的,三哥,他没那本事,再说天下姓肖的多了去了。 庆月,肖凌峰是我劳改厂带回来的,要是早知道他会喜心厌旧抛弃你,我说什么都不捡他回来。 三哥,别说这些话了,时辰不早了,你先回去吧,村里的草药就交给你了,一定切记我告诉你的那些法子,等我事情办好了,很快就回来。 送走了张三,他哄睡了妹子,自己爬到了房顶之上,今晚,月鸣心息,是赏月的好时候。 一壶酒,一个人,明明是果子酒酸酸甜甜,可嘴里全是苦涩的味道,他幻想过见到肖凌峰和女子在一起,那他会怎么办? 会抱走,还是会笑着祝福,让他给自己一份修书自由,从此大路朝天各走半边。 酒入喉,穿肠过,他喝得晕晕乎乎,月亮也看成了两个。 突然,他的视线扫到了萧凌峰。 房页之上,萧凌峰一袭黑衣站在那儿,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,他的酒劲儿突然就醒了。 大爷的,你终于肯出现了。 然后朝他跌跌撞撞走去,却是脚下一滑,身子瞬间从房顶滚落。 天边划过一道金色曙光。 姐姐,姐姐,快醒醒。 我这是在哪儿? 姐姐,你怎么睡在家门口? 他忙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灰烬,四处打亮一眼。 昨天晚上,他好像看到萧凌峰了,可头好疼,难道喝多了? 当牛车来到郡县古城门口的时候,白清月被这天朝的繁荣和昌盛给吸引住了。 白姐姐,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,城里牛车进不去。 白清月和白玉兰忙下来,背起了包袱,白清月见阿牛满头是大汗,这小伙子真不错。 谢谢你,阿牛,回去小心啊。 阿牛看了看白玉兰,有些害羞的道。 玉兰,你照顾好自己。 白玉兰脸颊红红的。 阿牛哥,你回去吧,有姐姐照顾我,我没事的。 阿牛这才放心离开,离开后,白清月见白玉兰还在看着她。 哟,我这妹子是情窦初开了,要不要姐姐去帮你撮合撮合? 白玉兰脸瞬间红了。 姐,你胡说什么呢? 阿牛哥,我当他是哥哥看待的。 没你想的那回事,再说,我这副丑样子谁会喜欢呢? 别难过,相信姐姐,姐姐一定能治好你的脸。 走,我们先问正事。 两人刚刚准备转身进城,竟然看到了老熟人。 姐姐,是宋老板和王老板,他们怎么在一块? 白清月见到他们两个也来了,看来今天想参加报名的事是瞒不住了。 快走,先避开他们。 白清月,你来这里干什么? 宋老板,王老板,可真巧啊。 白姑娘,你这是…… 白清月自然不能说,他们是来竞争的。 王老板,宋老板,我妹子这脸,我想带她来进县看看,看看能不能治好。 我听闻白姑娘医术高明,在村里比过了李大宝,怎么你治不好? 王老板说笑了,我治治风寒腿疼都没问题,这伤疤可不再好。 时辰不早了,我先带妹子进城找大夫,告辞。 为免他们看出什么,她带着白玉兰急匆匆地离开。 宋兄,你说这丫头突然来到郡县,是为了什么? 不是给妹子看脸? 你相信白清月这丫头鬼惊得很? 你说,她该不会想来和我们竞争魁首? 不会吧,就算她有心想跳过我们见到大老板,可她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 她第一不是草药商,第二,也不是药师会会员,你想太多了。 但愿我想太多,这个叫白清月的姑娘不简单,若她真起了想见大老板的心思,宋元,你我二人可就没饭吃了。 我喊人去跟他们,看看这丫头想干什么。 姐姐,好像有人跟着我们。 什么? 原来是小尾巴来了,看来这次参加比赛会有麻烦。 那该怎么办? 他们会是两个老板的人吗? 应该是了,虽然参加比赛这事迟早会知道,不过,这把操作可真骚气。 你看到对面岸边的柳树了吗? 我们分开走,到那集合,明白吗? 我知道了。 别怕,你得锻炼锻炼胆子,我数一二三,引开他们,你就快走。 当白清月跑到了一处巷子口的时候,发现没地方去了。 无奈之下,他看到了一处院子的墙,想法子爬到了墙上,借助树叶的遮挡,刚好躲开那两个讨厌的尾巴。 哼,小样,还想追到我?下辈子吧。 见安全了,他正准备跳下去,却是突然发现脖子上有冰冰凉凉的感觉。 你是什么人? 察觉脖子上有把刀抵着,他故作镇定,开始了他的表演。 大侠饶命,我是好人家的姑娘,被恶霸追了出来,没地方去了,这才爬墙躲避。 对不起,占了您的地盘,我现在就下去。 一派狐言,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? 白清月正准备动手的时候。 住手。 那人立刻把刀放下,一把抓过他,众身一跃,跳到了院子中。 这院子很大,还有很多丫鬟和奴婢,直觉告诉他不妙,好像闯到了不该闯的地方。 公子,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爬上我们家的院墙。 他着一袭华丽紫衣,五官俊美,一瞧就是妥妥的男神级别人物。 不得不说,这俊献不仅出美女,还出帅哥。 他越看越觉得这男人有些熟悉,怎么会和萧凌峰有几分相似呢? 可他和萧凌峰却是完全不一样。 这男人给人的感觉温文尔雅,萧凌峰却是霸气得很。 姑娘,你为何会在我家院墙上? 启禀公子,我是被恶霸追到这里,没地方逃了,才无意中闯了进来,请公子别介意。 原来如此,是家奴无礼了。 秦峰,不得吓坏姑娘,让姑娘走吧。 公子,可是…… 放她走。 多谢公子,白清月告辞。 她转身准备走,谁料听到她的名字,笑云起眉宇紧簇。 站住。 不知公子有何吩咐? 姑娘叫白清月,可是来自白家村。 你怎么知道? 难不成刚刚甩掉那些根屁虫,又来了虎狼窝? 看着男人穿得华丽,住得也大,身边还有人保护,难道是什么大人物? 没什么,是我认错人了。 来人,送姑娘出去。 告辞。 她离去后,清风收回了手中的匕首。 公子,你认识这姑娘。 萧云起神色复杂地看着白清月离去的背影,嘴角勾起一抹云淡风轻的笑。 原来是她,去查查她为何来郡县。 清风不懂,她这才匆匆准备去找白玉兰,快速跑到对岸柳树之下,可那里什么人都没有,她心里莫名有些紧张。 玉兰,玉兰。 卖大饼了,卖大饼了。 大叔,你可见到一位姑娘在柳树下等人。 啥?姑娘,我这里只有大饼,你要不? 果然是做生意的,这不买东西还啥都问不出来。 我买一个大饼,你告诉我,有没有一个姑娘在这儿等过人? 姑娘啊,啥样子的? 戴个面纱,个子不高,穿着粗布麻衣。 姑娘,哎呀,从我这里经过的姑娘今天有三个,一个是瘸子,一个是麻子,还有个,哎呀,我想起来了,是有一个姑娘站在这儿,好像等人,可后来被人叫走了。 什么?叫走了?和谁走了? 一个胖乎乎的男人,长得人高马大的。姑娘,你的大饼。 胖乎乎的?她接过大饼,也没心思吃了,玉兰不会随便和人走的,难道是孔二狗? 正准备去找孔二狗,却是突然见到了几个男人朝她这边围了过来。 白姑娘,你这是要去哪儿? 识趣的给我让开,我要去找我妹子。 吵你妹子?我们老板说了,郡县不是你待的地方,你还是趁天黑前,离开这里,不然的话。 老板?什么老板?你们是宋元的人? 他看出来了,这宋元已经发现他来郡县的目的,那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,毕竟迟早会见面,可他好生过分,竟然派人来赶他走。 书可忍,审不可忍。 那去男人一拥而上,白清月三下五除二就给放在地上。 哎哟,别打了,别打了。 都给我滚。 告诉宋元,我白清月想做的事,没人可以阻止。 日暮低垂,一轮明月高挂云端。 郊外的一颗歪脖子树下,白玉兰被绑着,用破布塞住了嘴巴。 丑丫头,别给老子乱动,你是逃不掉的。 等你姐一来,老子就…… 就弄死他。 呜,呜,呜。 白玉兰毁得肠子都清了,这孔二狗说姐姐找他,他也没多想就跟着来了,没想到被骗了。 孔二狗,我来了,你快放了我妹子。 白清月,我就知道这丑丫头是你的掌中宝,你现在给我过来。 二狗子,我和你的恩怨没必要牵扯无辜的人,你放了我妹子。 自己把自己捆上,我就放了你妹子。 孔二狗,你确定你要这样干? 照我说的错,不然杀了你妹子。 杀了我妹子,谁见你的狗胆? 见白清月看不起自己,孔二狗拿出了杀猪刀。 你看老子敢不敢,老子杀猪无数,还怕杀人? 说完这话,孔二狗把杀猪刀抵在了白玉兰的脖子上。 你别乱来,我捆就是。 他乖乖地把自己捆起来,而后一步步走到了孔二狗身边。 我来了,放了我妹子。 孔二狗自始至终想要的也就是白清月这个人,她发了善心,还真放了白玉兰。 白玉兰得到自由,想去救白清月,却是见到自己姐姐被孔二狗用杀猪刀抵住脖子。 姐姐! 玉兰,快走! 见白玉兰平安了,她可以慢慢和二狗子玩了。 丑丫头,给我滚,这是我和你姐的事。 姐姐! 白玉兰想上去救她,却收到了白清月警告的眼神。 她很平静,平静地让人害怕。 回去吧,我和二狗子确实该算账。 白玉兰到底是了解白清月的,知道姐姐有法子,也就只好退开,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偷看。 你这臭丫头,害老子好惨,今天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。 二狗子,你想怎么算,月光下,白清月的脸越显得娇俏绝色,看得孔二狗心生不舍。 白清月,老子是真稀罕你,哪怕一次次和老子作对,老子心里还真舍不得你。 这么说,你想和我好? 我知道你不会愿意,不过,我有别的法让你愿意。 别的法子?你想什么? 杀了你,老子在自杀,这样我们在地狱也能当一对鬼夫妻。 你说,这法子好不好? 她没想到二狗子疯了,竟然想杀了她,自己在自杀。 我去你,大爷的,你确定你要这样做? 孔二狗眼中带着痴迷的目光,她豁出去了,她一直都想得到白清月,可现在看来她没希望了。 没希望,那么她就不想活了,既然不想活了,她得带她一起走。 她用粗糙的手轻抚白清月的脸,白清月只觉得一阵恶心。 拿开你的猪蹄子。 别怕,很快就过去了,我保证不疼。 白清月见她要动手了,我不怕,不过,接下来你该害怕了。 孔二狗的杀猪刀正准备捅向她的心脏,突然,她手中的身子瞬间散开。 紧接着,脚下一个漂亮的回旋避开了孔二狗的刀,再一脚踹开了她手中的刀,以迅雷之势飞起一脚踹在了孔二狗的胸前。 姐姐。 既然你不想活了,我送你一程,不要钱。 姐姐,送她去官府吧,杀人得偿命啊。 你好意思说话,不是告诉你在那儿等我吗?什么人的话你也相信。 对不起,姐姐,我错了,我以为你找不到我,孔二狗说。 一见白玉兰哭,她也就心软了,也好,吓唬她一下,日后她就不敢轻易相信别人。 好了,别哭了,这次当一个教训,不过孔二狗。 姑娘,在我的人来处置这个男人。 听闻这话,她扭头一看,竟然是……。 多谢恩公今天给我指路,事发突然,还没请教恩公遵信大名。 没错,今天又是这公子帮了她,说来也太巧合了一些。 一介草名,萧云琪。 萧云琪? 她姓萧,和萧凌峰的眉宇有些像,难道她和萧凌峰有关系? 姐姐,她是谁啊? 傻丫头,这位萧公子是我们的恩人,快谢谢萧公子。 多谢恩公。 姑娘不必客气,姑娘这拳法真让我刮目相看, 请问,这是什么招数? 三脚猫的功夫就不劳恩公惦记了。 就这样让她去官府,太便宜她了。 找根绳子把她吊起来,等天亮了再送去。 奴仆听见这话,有些害怕地看着她。 这姑娘还真是狠人啊,人都打成这样了,还要吊起来。 哼,按照姑娘的意思吧。